4月23日,旧金山湾区888乒乓球中心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该中心被指定为美国乒乓球官方国家训练中心,这意味着888乒乓球中心已经成为美国顶级的乒乓球训练场所。 位于Bollingham的888乒乓球设施占地3万平方英尺,该中心与美国乒乓球协会合作作为国家队训练中心,为美国国家队成员准备国际比赛提供服务,这其中就包括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进行训练。 美国乒乓球协会首席执行官沈伟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向888乒乓球中心表示感谢,他说,888乒乓球中心为本地乃至全球的乒乓球运动员提供了一个追求奥运梦想的绝佳基地。 该中心为满足多样化的乒乓球社区需求,不仅提供世界级的训练和比赛条件,同时也吸引从奥运选手到业余爱好者和新入门者等各种技能水平的运动员。 国会众议员穆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赞扬该中心所做出的社区贡献,他说,该中心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精英训练设施, 他还提供有精彩的娱乐、休闲、治疗和青少年项目,像帕金森病乒乓球课程和为特殊需要的儿童举办的团体课程, 体现了888乒乓球中心致力于服务所有年龄层和能力的社区民众。 888乒乓球中心创始人张慧芬也表示,今次888被指定为美国乒乓球官方国家训练中心, 令他推动和扩大中心服务的信心更加坚定。 即将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华裔乒乓球选手宋嘉瑜,一年多之前进入888乒乓球中心进行训练。 他说,该中心的训练给他的成绩带来很大的提升,他非常期待即将到来的奥运赛事。 而在888乒乓球中心训练的另外一名华裔选手张安也表示, 该中心顶级的设施和服务为他的奥运训练增添助力。